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 麦克·马斯特在巴基斯坦 与政府和军方官员举行会谈 商讨相边安全事务和稳定伦国阿富汗的努力 麦克·马斯特星期日 在赫布尔和阿富汗领袖举行会谈 审议和评估美国在阿富汗反叛乱和反恐任务的情况之后 在星期一抵达巴基斯坦的伊斯兰马巴德 麦克·马斯特与巴基斯坦外交政策顾问阿齐兹会面之后 一份官方声明表示 伊斯兰马巴德对阿富汗安全局势恶化表示担忧 声明又说 阿齐兹重申了巴基斯坦承诺和国际社会合作 支持阿富汗和平与和解努力 在声明当中 麦克·马斯特赞扬巴基斯坦 在打击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方面所作出的牺牲 声明说 川普政府承诺和巴基斯坦密切合作 加强互利关系 实现阿富汗和该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共同目标 今次是马克·马斯特自从担任美国总统川普的 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以来首次访问这个地区 马克·马斯特此行之前 美军指挥官建议向阿富汗增派军队 以打破和塔利班战斗的僵局 目前伊拉克驻有8400名美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